下面再回到范中烟 后来范中烟 你看把他的母亲接回来之后 这个他就恢复了范姓 但是他对诸心人仍然很好 他后来不是有钱了之后 他就在家乡做了一个驿庄 这个驿庄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慈善机构 他就收养了范姓和朱姓 这两性的那些孤儿 寡母 生活困难者 由他来资助 而且还定一个规矩 无论是范姓的人 还是朱姓的人 只要是死了丈夫都可以改嫁 改嫁的时候 他还要去送一份后礼 他鼓励改嫁 为什么呢 他母亲就是改嫁的人 所以我们说范中烟这人 很开明 当然宋代也赞成这个妇女 在嫁 不反对 那有时候那个大臣的 大臣去世了之后 大臣的妻子去改嫁的时候 皇帝还要送一份后礼 所以我们不要 一讲到宋代的时候 就想到陈朱礼学 说朱熙啊 陈怡的思想啊 如何禁锢人们的行为 朱熙和陈怡不过是个学者 一个学者能够禁锢人们的思想吗 朱熙和陈怡不就是个学者 用我们现在话来讲 不就是个大学教授吗 你个大学教授管得了人家结婚和离婚吗 不可能的 他只是在历史上 后来某一段时间 朝廷推崇陈朱礼学的时候 陈朱礼学才有一定的市场 在宋代的时候 虽然你陈朱在那里讲 陈天里灭人 那是你个人在那里讲的 你不影响别人嘛 别人照样结人家的婚 照样离人家的婚 跟你没关系 所以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有些人一讲起宋代 就是陈朱礼学 因为宋代的人民 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其实恰恰相反 宋代人活得潇洒得很 你看范仲淮的母亲 这不影响她的伟大 如果说宋代 要是对女人改嫁 有什么意义的话 范仲淮还能做宰相吗 不可能的 你看后来她做到了什么呢 苏明复始 相当于现在国防部副部长 参知政事 相当于现在国务院副总理 正因为她有了这个地位 所以她才能领导改革嘛 叫庆立新政 她还曾经带过兵 做过河东陕西宣服史 最后死的时候 正兵部上书 就是国防部长 她是个文人带兵的 这首词大家很熟悉 于家傲 大家把它读一遍 好吧 于家傲开始 祝您好 我再加求来 从经义 同样念去 五六一 自念 天生 天朝 天朝 你 房间 昨日 不成绩 多久 一杯 加万 天朝 为了 归 武器 相关 悠悠 双满 孙子 十五位 将军百八 十五位 这个作品大家都很熟悉了 这就是范中烟在西北带兵的时候 在西北带兵的时候写的一首词 一共写了好几首 都是以晒夏秋来这一句开头 你看他上篇说 晒夏秋来 风景意 晒就是边晒嘛 边晒地区到了秋天的时候 它的景色就和内地大不一样了 所以叫风景意 何以见得风景意呢 他写了这样几个画面 一个是衡阳厌去 无留意 衡阳厌去就是厌去衡阳 现在在衡阳还有一个回燕风 大燕飞到那里之后 就不再往南飞了 叫回燕风 从气候学来讲呢 就是说大燕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 它就足以过冬了 水多孤米按煤胎嘛 有很多水生植物就可以供它过冬了 它不需要到岭南来 所以我们在岭南很少看到大燕 至少我来了十多年 我是没有看见大燕的 当然广州本地人告诉我 说他们也有时候也见过大燕 不是说绝对没有 但我是没有见得过 大燕有个特点 太到你头里上飞过去的时候 它要叫的 所以通常来讲大燕到了衡阳 就不再往南了 但是这个时候 由于晒下的天气寒冷 条件艰苦 所以燕去衡阳 无留意 大燕要往衡阳的方向走啊 一点留念的意识都没有 这不说边疆地区的苦寒吗 第二个画面 四面边身连脚起 边身就是边塞地区的 各种各样的声音 风声 马声 人声 这叫边身 边身还连着画脚 脚啊 这是号脚嘛 均匀里面的号脚是什么 千丈里 长烟落日 孤城壁 藏啊就是山满 重重叠叠的山满 才叫千丈 在这重重叠叠的山满当中 有一座孤城 这座孤城被长烟 被落日的余灰所笼罩 所以更齐显的孤单 所以叫孤城 那个时候的城呢 跟现在的城的意义不一样 古代的城 首先是军事意义上的城 它是城堡 它不是指工商业城市 所以上篇的关键词啊 在风景意义上个字 我们曾经讲过读词 要注意找词言 词言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关键词 你看现在我们要在网上 搜索一篇文章 我们只要点击一个关键词 就差不多了嘛 就可以搜索出来了嘛 那这首词的上篇的关键词 是什么呢 就是风景意 下篇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大家看看 下篇的关键词 你们刷刷看是哪一个 下篇的关键词 对了 归无济 啊 归无济 左酒一杯家万里 为什么要喝一杯左酒呢 因为家在万里之外 想家 想家而不得回 所以就喝酒 因为桃江艰苦 没有好酒 古代的酒分两种 一种是清酒 一种是左酒 那清酒就是好酒了 左酒就是一般般的酒了 通常我们说 什么时候你有空 来我家里喝一杯左酒 那是谦虚的话嘛 实际上哪会给左酒人家喝了 但是范仲淫在这里说左酒 那是真实的 没得好酒给他们 家在万里之外 失恋家乡又不能回去 所以就以酒交仇 这就是左酒一杯家万里的 那么为什么不能回去呢 为什么 因为燕燃为乐 还没有建立军功呢 燕燃是指燕燃山 东汉的时候有个将军叫杜献 赶跑了凶陆人 是吧 然后呢 他就在燕燃山 乐食济宫 表示自己曾经到这里来过 表示自己曾经把凶陆人赶到这里了 这个燕燃山在现在的外蒙古 把凶陆人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蒙古人就是凶陆人的后裔 说燕燃为乐 就是我还没有到燕燃山去克食济宫 还没有建立功勋 怎么能回去呢 归武剧就是没有回家的理由 想家但是不能回去 没有回家的理由 怎么办呢 就不回去了 喝酒了 正是在喝酒 喝酒的时候 听到枪管悠悠 枪管就是枪笛 据说这个笛子啊 是枪人制造的 枪人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那个汶川大地震当中 有一个损失最严重的县 北川县 这个北川县呢 就是枪族制制县 中国的枪族 现在主要在北川 我上次碰见一个枪族的文化局的一个干部啊 我就问他 我说你们那里地震 这文物有没有受到损失 他说损失太惨重了 枪族的文物 包括一些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都受到损失 他就是文化局的一个干部 那么因为枪人发明了这个笛子 就是通常我们吹的这种 我们建的这种笛子啊 古人就叫枪笛 这个笛子是枪族人发明的 所以还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那后来人们就把这个笛子 都叫枪笛了 包括现在广州人做的笛子 他也可以叫枪笛的 因为他本来叫枪笛嘛 后来大家都能做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 又想家又不能回去的 这个很纠结 很痛苦的情况下面 又听到枪管悠悠 枪管悠悠吹的不就是那种 跟回家有关系的曲子吗 枪笛何须怨阳柳 春风不渡玉门关 这个枪笛演奏的曲子啊 有些就是属于 折扬柳歌词 这个折扬柳歌词啊 一听到这种曲子 就想到家乡 而家是这个时候 又霜满地 又下了霜 寒冷 又施加 想回去又回去不了 所以人不寐嘛 晚上就睡不着嘛 将军白发 真负累 将军都很老了 满头白发 真负啊 满脸都是泪水 你看就是这样一幅情景 这是很真实的 很真实的 哪有像现在当兵呢 那么幸福 那么光荣 那是很苦的 过去有一句话叫 好蓝不当兵 好铁不打钉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作品 我们就可以了解了这个 当时范仲淹 在西北带兵的生活状况 这个作品呢 他就是写了这种苦寒 过去有人说这是词啊 说它是一首豪方词 我就不赞词 这是词豪方吗 你们觉得这是词豪方吗 就是嘛 豪方不是这样子的 豪方的特点是什么呢 洒脱 罪卧江场 君莫笑 古来征战 己人还 那才叫豪方 是吧 你这还在将军白发 真负累 一副悲怯怯的样子 你还豪方呢 有人还说这首词 是宋代的第一首豪方词的 他根本就不堪事实 所以我们认为啊 这首词啊 他的上篇呢 就是壮而喊悲 为什么壮而喊悲呢 大家可以看 千丈里 长烟落日 孤城壁 这是很壮观的嘛 画面很开阔 形象很壮伪 但是他毕竟写的是做孤城啊 而且还是被落日和夜晚的烟雾所笼罩了孤城 所以这就有悲的成分了嘛 所以叫壮而喊悲 那么下篇归无际呢 叫悲而不失其壮 虽然悲伤 但是还是有些壮的成分 所以这首词的风格准确地讲 不应该是豪方 而是悲壮 历来人们都把这个作品理解为悲壮 所以我在这里我要纠正一下 范仲淹这个人呢 这个除了写这种悲壮的作品以外 他还写了一些 这个比较婉约一点的作品 你看这个苏穆哲 是你们读还是我读啊 好 你们读啊 苏穆哲开始 苏穆哲 一边黄月地 扭着眼波 扭上寒烟腿 山印洁阳间洁水 汤草无情 盛在洁阳外 汉江魂 碎吕滋 夜夜不飞 好梦有人睡 明月楼高修足起 酒入口肠 画作相思类 有一个地方我要指出来一下 画作相思类的那个诗 是可以读成诗 但是追理诗的那个诗 就不可以读成诗了 要读成诗 你看啊 你看他的格力啊 暗香魂 这叫这平平 第二句呢 追理诗 平这这 是吧 你看 这就是写 爱情了嘛 但是因为范仲妍这人 毕竟是一个 代表的人 毕竟是一个政治家 所以呢 他这个写的作品 还是有些壮阔 你看就是写爱情吧 他可以把这个爱情的背景呢 写得很壮阔 你看 碧云天 天上是蓝天 黄叶地 是吧 秋天里面 树叶掉下来了 秋色年波 满眼秋色 是吧 黏着这个水 所以叫秋色年波 波上寒烟脆 波上还有寒烟笼罩 山印霞阳天结水 山呢 印成作霞阳 天 结着水 水天一结 这画面不是很开阔吗 芳草无情 更在霞阳外 所谓芳草无情 就是说 这个芳草很延绵 一直在霞阳的外边 还有芳草 王顺游兮不归 春草 生兮兮兮 古人讲到芳草的时候 都是和离别有关的 你看白居易的诗 你你圆上草 一碎一枯荣 是吧 只要是写芳草 它就跟离别 跟游子有关系 芳草无情 更在霞阳外 实际上就是说 它所失恋的游子 还在霞阳以外 更远 暗香魂追李氏 这个 这个 写的回到自身 就是 想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 心情很黯然 很痛苦 所以叫暗香魂 追李氏 是李头的仇私嘛 夜夜除非 好梦留人睡 只有睡觉的时候 才是幸福的 就可以做个好梦嘛 你醒来之后呢 就不醒了 回到县世就痛苦 明月楼高 休毒 在这个月亮 很美好的晚上啊 千万不要一个人 去上高楼 这是李后祖说过的 独自莫平难 知道吧 一个人不要上楼 上楼很危险 但古人认为 它不是危险 它是孤独 上楼的时候 就会看得很远 自己的家乡 还在自己的视线之外 所以呢 它就不上楼了 这就叫做 明月楼高 休毒已的意思 那怎么办呢 失恋家乡又回不去 那就又喝酒了 所以酒入惆悵 化作相思类 你看这样的作品 它就很有这个 丰富的情感 它不像前面那个作品 那样悲壮 它就比较阴柔 写柔情的作品 你要想想 你说范仲淹 这人是什么人 我刚才讲了 他相当于一个 国务院的副总理 他还是个军事家 一个古文家 一个学者 一个改革家 他以这样的身份 而写出这种 情义缠绵的作品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古代的 士大夫的内心世界 是很丰富的 他们既有天下之志 有关心人民的 那种人道主义的精神 同时他也有丰富的 儿女情长 这才是一个健全的人 这叫人格健全的人 心理健全的人 不止像有些人 一天到晚就是讲大道理 一天到晚就把自己 打扮成一个 道德的化身 好像自己从来不涉及到 儿女事情 这样的人 在有一段时间 成为社会的楷模 现在我估计 大家就不会把他 当楷模了 是吧 因为他其实人格不完整 在范中央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在讲一个人 张仙 张仙这个人 有什么特点呢 在宋代的持人当中 他的寿命是第二长的 第一长的是朱登如 活了91岁 持人活了89岁 到今天为止 我们中国人民的平均寿命 才74岁了 他居然就活了89岁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宋代持人的寿命 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人的幸福指数 是吧 那我现在讲他活89岁 我自己今后能不能活89岁 我还有一点把握都没有 是吧 所以说你不要以为 好像有人是时间到了 今天好像 今天人就一定比过去幸福的 千万不要这样认为 如果这样认为 那就是简单的进化论 是吧 张仙这里你看 活了89岁 到了85岁的时候 他还讨了一个妾 你85岁还讨妾 那就说明身体很好 是吧 你当年那个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志宁 82岁吧 82岁的时候 讨了个28岁的老婆 那些网民都 恨不得把人家都吃了 我就不理解了 人家82岁的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人家娶一个28岁的老婆 就干你什么事了 你为什么要到这里去讨伐人家呢 人家还不是那妾 人家是老婆死了 再续贤 再娶个天经地义嘛 但有些人说 哇 这杨志宁啊 这里看 这就叫少见多怪嘛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读古典文学呢 你读古典文学就可以长见识啊 你张仙离杨志宁 你隔了多久了 一千年啊 张仙如果地下有知 知道一千年以后 中国人民还去围攻一个82岁的老人 娶了个28岁的女人 你想他会做何感想啊 他会说你这时代是进步了 还是倒退了 怎么我当年娶一个 我以85岁高龄 娶一个小妾的时候 怎么没有见中国人民反对我 是吧 当时只是有一个人呢 去说那些笑话 因为张仙请客啊 张仙娶小妾啊 他叫高调请客 他把苏氏这些名人的 都请到家里去喝酒 而苏氏就调侃他 就想这么大年纪 还娶个妾 要是今后你死了之后的妾 怎么办呢 那不是等于是给你人子准备了吗 所以他就写一首诗 其中有这样两句 说诗人老去 阴阴在 公子归来 艳艳忙 这个阴阴和艳艳呢 都是指古代的那些歌舞纪嘛 古代的歌舞纪 一般都是叫这种年绵字的名字 什么阴阴啊 艳艳啊 香香啊 秀秀啊 是吧 用年绵字做他们的名字 所以他说 阴阴艳艳就是指他们家里的 这年轻的女人嘛 他说 诗人老去 阴阴在 老去就是你死去了 说等到那一天你死去的时候 你家里这些女人还在呀 这家里女人在 那今后你们家里就热闹了 为什么呢 等到你的儿子下班回来的时候 这些女人全都要拥上去 去迎接他 他叫公子归来 艳艳忙 是吧 这调侃他就是你这么大年纪 还娶妻 你不这是为你的儿子准备的吗 今后你们家里就要闹绯闻 闹笑话 那张先生也无所谓啊 他看了之后笑一笑 然后请收拾 请上座 喝酒 我们由此可以看 就宋代人他很浪漫的 但我们现在讲 张先生绝对不是因为他浪漫 我们就讲他 如果他不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 他没有留下那么多伟大的作品的话 他再浪漫 我们也不会去讲他 这世界上浪漫的人多得很 是吧 直到我们讲的 是为人类的文化做出了贡献的人 你看这张先生这人呢 他一辈子就致力于诗词的写作 字老不错 现在全诵词还收有他的165首词 你看啊 我们先讲他最有名的这一首 天仙子 这首大家应该也熟悉吧 是我多还是你们多啊 我多啊 我多啊 还有一个小须 就天仙子 实为家和小翠 以避免不复辅惠 随调树胜持久厅 乌醉醒来 愁未醒 宋春春去几十回 宁晚静 商流静 往事后期空寄醒 沙上病情 池上明 云破月来花弄影 重重莲目 密遮灯 风不定人出境 明日落红 阴满尽 家和啊 就是现在浙江的 家兴市 北宋的时候叫秀州 南宋的时候呢 叫家兴府 什么叫小翠呢 就是小官 父子 他当时是啊 做家和的判官 就相当于现在 浙江省家兴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 秘书长 而现在的人会把这 当做好大好大的个官 哇 这当了一个 第一级市的秘书长 哇 那古人看得很平淡 叫小翠 小翠叫什么呢 用我们广州话讲 小马仔 是吧 不过是加州 加兴支州的一个小马仔而已 所以你看 他根本就当着就不起劲 哪像现在的秘书长啊 当着简直是那么威风 你看他就不起劲 他说以病免 不复府会 什么叫府会啊 所以那天晚上啊 加兴府啊 有重大的活动 不会 但是他不去 嗯 他说他身体不好 要是现在的秘书长 他会不去吗 啊 他巴不得他众人面前去 亮亮相啊 在媒体跟前亮亮相啊 所以说现在的人都就少见多怪 你看我们再回到作品啊 水调述胜十九厅 污醉醒来 愁未醒 水调啊 我们讲过 它是唐宋时期的一种大曲 这大曲的篇幅很长 几个时辰都演奏不完 怎么办呢 就把它截取一部分 现在不是大家知道一个曲子 叫水调歌头吗 水调歌的就是把这种大曲 把水调截取一部分 只唱他的歌头 所以叫水调歌头 那水调歌头 现在我们看起来都很长啊 因为它是一个慢曲啊 你说这张献过的什么日子啊 水调受圣词久听 五醉醒来 愁未醒 五醉啊 那说明他中午喝酒啊 现在人家政府机关都有规定 中午不许喝酒 但他喝酒 你看他你中午要是没喝酒 你怎么会承载五醉的问题呢 尤其他喝酒的时候还听歌 是吧 因为我们现在话来讲 这哪像个政府公务员呢 是吧 他中午要喝酒 他喝酒的时候 他还边喝酒边听歌 水调树生词 酒听就拿着酒杯 还听歌 这说明什么那个时候 做官的人呢 过得很潇洒 那还听到歌 喝了酒之后就醉了吗 醉了之后到中午醒 午觉睡完了 午醉是已经醒了 但是呢 愁还没有醒 什么愁啊 春愁 所以下面接着说 宋春春去几十回 是吧 你看现在又宋春了 现在我们应该是宋春的时候了 今天三月二十 三月二十号了 古人在这个时候 那宋春的 那就很当回事了 我们现在都没有这概念 宋春春去几十回 就是说我把春天送走了 你春天你几时再回来呢 就很担心嘛 宁晚近 商流近 往事后期 空寂醒 晚上的时候 拿着镜子照一照啊 觉得自己老了 又有个春天过去了 这个字不要抖影 要抖景 为什么呢 光景 光景的景 商流景就是 就是赶伤逝水流连 往事后期 公寂 古人为什么商春 他是因为习食 古人之所以习食 那是因为珍惜生命 现在的人不懂得生命的价值 就说古人呢 他们在干什么呢 他们叫无病生淫 说古人不就是伤春悲丘嘛 无病生淫嘛 我倒觉得 一个真正懂得伤春悲丘的人 那是懂得生命价值的人 他为什么要伤春呢 为什么要悲丘啊 因为春天和秋天 告诉他 又过了一年了 你的生命又老了一岁了 你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 是吧 消灭 词 林 ro бол 晴 说 ç 咆